不惜关系再好呀 都别为男人去做这四件事情 否则呢 你会后悔一辈子哦 第一 即使你再爱对方 也不要轻易为了他呀 去远嫁 远嫁了 你虽然得到了爱情 但是呀 你失去了亲戚 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 当你受了委屈 你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 没有一个朋友 能让你屠戮心声啊 当你跟老公吵架 拴门而去 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容纳你的哭泣 远嫁呢 以前总以为吧 交通方便 说回就回 可现实呢 横在中间是棘手的日子 需要照顾的孩子 和余额不足的票子 第二 感情再好 最好呀 都要收财力钱 千万别说 咱们俩感情好 要什么财力呢 没有物质的爱情啊 就是一盘散沙呀 感情再好呢 天天喝西北风 那样的婚姻 那也估计不幸福吧 第三 再困难呢 也不要向娘家去借钱 有些姑娘呀 为了老公开心呢 不惜一切代价 拿娘家的权呢 去接起婆家 遇到个民事里的呢 懂得感恩的男人 还好 如果遇到一个没良心 说句不好听的 万一哪天你们离婚了 那不就是人财两空了吗 第四 千万不要为了男人啊 轻易去丢掉自己的工作 也许男人嘴上说 你别工作了 辞职吧 以后啊 我养你 这句话听听就好了 千万别去当真了 你以为 为了家庭 放弃事业很伟大吗 可是总有一天 这也会变成 这个男人眼里的理所当然 把安全感呢 掌握在自己手里 难道不好吗